原山飯店的大廳 我們來到原山飯店的門口 然後後面的這片床 我只好上面有六個字 你們有看到嗎 是中華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萬歲 我們走到原山飯店的大廳裡面 現在人超多 原山飯店有三個多 應該是公燈多 柱子多 還有龍 每一個公燈的四個面 也都有不同的圖案 那這個圖案是 林柔柚公的一些畫色 桃邊是柱子啊 他們做這個顏色叫做 原山紅 這是專門做原山調出來的紅色 因為紅色代表中國東方的色彩 有點君王的意思 所以國外一個賓客到這邊來 你會覺得 欸 很大氣的感覺 上面的早景 以前是代表有全人家的象徵 越複雜就是越有錢 然後這邊有五條龍 十六隻鳳凰 跟在外圍是二十三隻龍 大心裡面啊 就是看到天花板的裝飾 超級多龍的 然後據說之前有一個 這是澳洲的賓客 在這邊住了七天六夜 只數出來了二十二條龍 但是都還沒有數完 所以就是在原山飯店裡面 就是至少有二十二條龍的存在 這個啊 是西漢末年的貨幣 因為下面做的像褲子 所以是褲子 然後上面硬有拆 叫做褲褲的衣服 可以看到上面就是印有門牌號碼 因為以前都用這個當作鑰匙圈 再來讓客人開門 結果發現很多人都會不小心 把他們順手帶回家 所以畫面後來都改成 變成電子鎖 這大理石會亮欸 超酷的 據說之前蔣中正先生 在生日的時候 他們會把這個燈全都換成紫色的 以示恭喜公賀子 最後原山飯店其實跟中正紀念堂 是同一個建築師蓋的 它的設計重點就是 建築外型會比較中國風的感覺 西式的鋼骨結構做成外型中國風的設計 金龍 研究金龍很久的人 喜福求平安的金龍 怕會噴水 我們現在在御苑時間報到 去參加原山西密道的彈化導覽機 它給了我們一個導覽機還有耳機 耳機是一次信 等一下要准手出發囉 這就是這個深度的設計 深度的設計 就是為了要保護 調下去的深情 因為那些東西這樣不太好 剛剛說 從最高到最低的 六層都高 非常的高 這其實還蠻矮的欸 手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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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就可以碰到了 上面就可以碰到了 所以它只能用那邊的 這邊就不能碰到 這邊就用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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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要背的 用背的 水庫會背它 喔 從密道出來會接到這邊 中山北路 這邊是電潭公園 他剛好遷到這個桃子 其實是好爆牆 所以就好抱好遷 如果還有人來攻打的話 會被投擦到 還不喜歡這樣吃 海報餐裡面還在 就想到鐵 鐵滿很厚喔 然後裡面那個 大便到它好像是超重的 共六層都高 所以要慢慢吃 對 這個是不可以營友的 那是可以在那邊抬到 所以我給大家 就是拍完照 然後我們現在押後要上去了 聽說這個風力加速度是非常的重 如果一般人溜的話應該就是會 屁股磨破之類的 原山大飯店其實是一個歷史很悠久的飯店 那可能在爸爸媽媽那個長輩的年代來說 就是一個可遠觀的不可沈進度的那個地方 那現在來坐就是覺得非常有特徵 是一生一輩子很值得來坐一次 但就是那個 機車要進來真的是有點困難 那如果想看機車進來有多困難的話 可以看這部影片 我們現在要去參加 呃 原山大飯店的西密道 西密道什麼 西密道 na offs up 真奶 一杯200元 外帶八折 八折就是一百六 一杯真奶的意思喔